吃东的小鸭子有消息了 有人在这里见过一只 等我赶过来之后 却只剩下这些脚印了 看药子我还是来晚了 快看 水里那是什么 那里还有一条 快看那里 好像还有一条大的 赶紧过去看看 那条鱼还活着没 我去 这泥也太软了 这里有一个泡沫箱 正好拿来用一下 先咔咔的给它就是一顿拆 拆完给它垫在泥上 这样就不会陷下去了 这里再来一块 我这么聪明 随谁呢你们说 还是够不着呀 胳膊有点短呀 你在这里等着 有种你别跑 我去车里拿工具 还好我带着超王 这个小水桶也带上 快来看看那条鱼跑了没有 算你有种 还真在这里等着我呢 这不会是一条死鱼吧 怎么连动都不动呀 疯了 折腾了半天 就为了抓一条死鱼 我也是醉了 不对呀 它还活着呢 感情刚才那是装的呀 现在装不下去了吧 现在才想起来要跑 完了 这也太脏了 放水里给它洗一洗 还好被我发现了 要不我感觉不出明天 它就得领喝饭 那里还有一条小草精 离着我也太远了 完了 越跑越远 刚才来的时候 有两条小草精呢 找到那一条藏哪里了 不会也跑了吧 哦 在那里又发现一条 放上一块泡沫 我要把这条也抓上来 咦 咋没了呢 你们看那些黑色的是什么 好像还会动呢 弯了 踩坑了 拿不出来了 不能抓了 再抓你们就好来捞我了 这条鱼身上是真脏 全是泥 放在清水里 好好地给它洗一洗 洗干净了还是挺漂亮的 就先放在这个鱼缸里吧 第三条大猫还没有买回来 就先让它住个大房子吧 蛤 紧 可以